女孩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 遭到两名中年男人的绑架 尽管女孩拼命地呼救也无济于事 女孩被戴上头套送进了精神病院里 嘴巴也被堵得无法呼救 两名护工把她拖进了浴室里 扒光女孩身上的衣服 用高压水枪冲刷着她的身体 洗刷完后女孩被带到院长面前 院长问她看视频有没有点赞加关注 女孩嘴巴被堵得无法开口说话 院长见状准备给她来割下马威 护工心领神会地把女孩推到角落里 对着女孩一阵拳打脚踢 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晚上护工雕崽走进惠子的房间 为她松开了嘴巴 打开了手上的手铐 让她乖乖把药吃下 不然让院长知道你又要挨揍 惠子连忙起身向她求救 说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 可雕崽却不以为然 因为来到这里的病人都说过同样的话 惠子一把夺过她手上的纸盒笔 写下了自己男友的号码 雕崽抢回后让她配合自己的工作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同事看见 同事一把夺过药丸就强行给惠子喂下 在这里每天院长都要例行检查 患者们必须光着脚丫在走廊排队 可唯独这个小英却是个例外 每天晚上小英的房门都会被准时打开 然后自觉地走到院长办公室 点上一只香薰蜡烛 吃下院长喂给她的药 亲自为小英进行了深度检查 两人的碰撞声响彻了整个走廊 次日两人在交流中才得知 小英也是在逛街时被强行掳走 每天都被迫吃下不明药丸 导致自己变得精神恍惚 还跟惠子说医院里有条密道可以逃生 可密道的入口只有你隔壁的变态难知道 话音刚落小英就变得跟风婆一样 轮到惠子检查时 她惊慌地连连躲闪 院长让她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免得自己在受皮肉之苦 惠子说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 祈求院长可以放过自己 可院长却说有没有病是她说了算 然后护工就把她拖出去强行治疗 一个正常人被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 应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呢 女孩向院长解释自己正常过正常人 可每得来到这里的患者都如出一辙 最终女孩还是被强行送进了病房 晚上睡觉时 惠子感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 吓得她连忙跳下了床 一只手臂通过墙洞穿过来 把惠子吓出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她想起小英说过隔壁知道密道的入口 于是她壮着胆子询问变态难 可变态难却以此事作为交易 让惠子晚上去浴室里交流心得 为了能尽快逃离这里 惠子只能硬着头皮前去赴约 变态难见到惠子就猴急地扑上去 惠子假装配合询问密道的位置 在得知密道在院长办公室后 惠子猫下了身子 然后依她老母嗨咬下她的磁弹 瞬间血流如注惨叫声连天 护工和众人都闻生前来查看 惠子趁乱从人群中悄悄离开 可当她想进入院长办公室时 却被眼前的密码所拦住了去路 千军一发之际小英走了过来 惠子连忙向她求助 可这时的小英吃了药已经神志不清 但她还是在墙上比划着开锁的动作 惠子心领神会成功打开了房门 随后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搜索 最终在柜子里找到了出口 与此同时 院长也折返回到办公室 惠子连忙躲进了密道里 可途中不经意发出了一点响声 院长闻生前去查看 发现了正要逃跑的惠子 立马喊来保安进行追捕 惠子顺着密道一路奔跑 很快惠子就从密道里走了出来 终于重见天日 她光着脚丫浑身血字地走在街上 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一样的眼光 就在这时追捕的车辆也赶了过来 惠子见状连忙把腿狂奔 在路上拦下了一辆巡逻的警车 坐上警车那一刻惠子终于放下心来 警车拉响警笛带着惠子一路狂奔 随后来到一栋大厦的停车场 还没等蒙圈的惠子回过神来 突然冲出来两个护工 等她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手术台上 原来这里表面是所精神病院 暗地里却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一旦匹配到合适的器官买家 患者就会被抬到手术台进行肢解 这所精神病院实在太恐怖了 暗地里既然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就连当地警察也和他们同流合污 惠子因为逃跑被绑在手术台上 护工雕仔在得知真相后震惊不已 经过了三秒的深思熟虑后 他找到惠子之前写下的号码 打电话向惠子男友告知了真相 很快男友就来到医院和雕仔会合 雕仔带着男友闯进了手术室 几日不见惠子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男友连忙背起惠子准备逃离这里 可不料却被院长带人堵住了去轮 几人又再次被绑回去 雕仔的行为惹怒了院长 把他狠狠地踩在地上摩擦 男友也遭到他们的一顿毒打 怒火中烧的院长要将男友开膛破毒 与此同时 小英的房门倒点准时被打开 小英来到办公室不见院长 百般无聊地他点起了蜡烛 不宜会整个房间都被他铺满 然后他在蜡烛中间翩翩起舞 就在院长准备送男友去领盒饭时 外面传来了火警警报 院长急忙出来查看 发现办公室着火后连忙冲进去救火 惠子挣扎着起身向小英求救 几人相互搀扶着走出了手术室 此时大火已经蔓延至整个医院 雕崽听到病房里还有被困的患者 捡起了地上的房卡 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里前去营救 可是阴火是太猛 雕崽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这时院长从火焰中冲了出来 一把抓住男友将他拖进火海同归于境 最终整个医院只有惠子成功脱险 不久后 惠子通过媒体曝光了医院的罪行 那些同流合污的警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好了 记得给宝宝点个赞哦 拜拜